今年以来各大厂商十分重视低端市场 不仅AMD发布了RX6300和6400亮机卡 而且英特尔ARC锐圈显卡定价也在千元级别 所以面对需求量巨大的低端市场 NVIDIA也是按捺不住想分蛋糕的心了 目前正在准备一款基于图灵架构的全新显卡 GTX1630 其的规格信息也在最近得到了一定披露 至于给大家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抄一课来看看吧 作为衡量显卡市场份额的标准之一 Steam硬件调查可以说是十分重要了 而在最新的5月Steam硬件调查中 三年前发售的图灵架构GTX1650显卡 依旧是占据了亚军的宝座 近日根据Videocast的消息显示 NVIDIA目前正在准备基于图灵架构的全新入门显卡 GTX1630 其也是NVIDIA首款GTXX30显卡 此款显卡将基于GTX1650为蓝本进行设计 并做出了必要的严格 具体来看在规格方面 与GTX1650相同 GTX1630采用了图灵架构 为台积电12nm制程工艺 不同之处在于 其所使用的核心从原有的TU117-300 严格为了TU117-150核心 拥有共计512个扩大核心 下面896个扩大核心的GTX1650减少了近43% 至于在显存方面 GTX1630与GTX1650相同 仍配备了4GB的GDDR6显存 但未宽引来了削减 从原有的128bit 严格至了64bit 严格了一半 同时期的带宽速度也从128GB每秒 下降至了96GB每秒 降低了25% 不过在显存频率上 GTX1630还是做出了升级 从原有的1590MHz 上升至了1800MHz 增加了近22% 显存速度也从原有的8GBPS 上升至了12GBPS 增加了50% 而TDP功耗则与GTX1650一致为75W 然而在性能方面 根据VideoCast的消息显示 GTX1630由于并不支持光线追踪和DLSS技术 所以整体性能会弱于GTX1650 同时TekPowerUp的数据也显示 GTX1630的FP32浮点性能为1.843T浮点 几乎是与GTX1050处于了同等水平 这样看来NVIDIA推出GTX1630的目的就很明确了 就是为了对抗AMD的RX6300和RX6400 毕竟性能雷弱 只可量级 至于售价和发售时间 由于三年前GTX1650的国外售价为148美元 和人民币1199元 而GTX1630的定价在其之下 所以预计售价为119美元 约和人民币793元 同时根据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NVIDIA将于6月15日正式推出GTX1630显卡 这样一来 以不到800元的价格 就能买到一张两机卡 还算是当下最优的国度之选 而你是否会选择这张显卡呢 欢迎在弹幕上或者评论区里留言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小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